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报信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看已故民谣音乐大卫·克罗斯比 他的金子捐赠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最近歌手梅丽莎·埃瑟里奇暗示 可能还有更多克罗斯比的亲生孩子未被发现 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NFL选秀前夕的热点人物 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四分位德雷克·梅 在Hard Knocks节目中 他在白板上画战术图的表现 让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纽约巨人队眼前一亮 爱国者队最终选择了他 真是未来可期啊 最后一条新闻是关于皮克斯的最新历作 Inside Out 2 这部电影全球票房已经达到了12.51亿美元 超越了超人总动员2 成为皮克斯历史票房最高的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青少年的情感生活 真是让人感动不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民谣超级组合Crosby Stills & Nash 在1969年首张专辑封面上 曾在西好莱坞一座废弃房子里发现的一张破旧沙发上合影 然而乐队的坏小子 大卫·克罗斯比不仅因其音乐才华而出名 他在私生活中也是个传奇人物 曾与数百名女性有过关系 并对电影制作人卡梅伦·克劳说 我越过的界限你甚至想都没想过 克罗斯比的第一任孩子 詹姆斯·雷德蒙德 出生于1962年 当时他还未成名 孩子被他和詹姆斯的母亲 希利亚·克劳福德·福格森送去领养 直到成年后才与克罗斯比相认 克罗斯比还与其他伴侣生育了多个孩子 包括他和妻子简单思的儿子 克罗斯比在2023年去世 享年81岁 他在晚年经历了借读和创作的复兴期 发布了多张备受好评的个人专辑 尽管他在生命中有许多痛苦和混乱 但他与被领养的儿子詹姆斯的重逢 是他生命中少有的纯粹快乐时刻之一 US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四分位德雷克梅 不仅在2024年NFL选秀前 给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让纽约巨人队刮目相看 在今年2月的NFL球探联合会上 巨人队对梅进行了面试 甚至让他在白板上画出几个战术 并由主教练布莱恩·达博尔 讲解阵型和不同的传球路线 这段面试在HBOHARD NOX节目第二集中播出 该节目跟踪报道了纽约巨人队的人队的休赛奇 虽然巨人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在首轮第六顺位选中梅 但他们还是对梅进行了详细的评估 最终 爱国者队保留了第三顺位选秀权 并选择了梅 而巨人队在第六顺位选中了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外界手 玛丽克·纳贝尔斯 在哥伦布市中心的一起枪击案中 一名被控谋杀的男子并未开枪 但在周三的记录者法庭听证会上 警方证实他仍面临指控 枪击事件发生在百老汇一千号街区的一个停车场 导致21岁的昆廷克特小命丧黄泉 嫌疑人布兰登·戴在在争执中拔出武器 但并未开枪 最终被斯科特一方的人解除武装 戴随后自首并告诉警方 他认为争执中的某人握有武器 因此拔枪示威 尽管证据显示戴并未开枪 但法官大卫拉涅里还是认为有足够的理由 将案件移交至高等法院 戴的律师马克·谢尔努特对此表示质疑 认为指控不成立 独立报报道 25岁的歌手Sabrina Carpenter 竟然与66岁的爱美奖得主Nancy Cartwright 有亲戚关系 首次亮相以来一直为Bart Simpson配音 此外他还为迪士尼的麻辣女孩中的 裸音属Rufus配音 而Sabrina Carpenter 则在成为全球知名歌手之前 曾在迪士尼频道的女孩 遇见世界中担任主角 他还出演了Netflix的浪漫喜剧 高个女孩 及其续集 以及其他几部电影 Carpenter即将在9月开始 他的29场北美巡演 以支持他的新专辑ShortSuite 《龙卷风》续集《龙卷风2》 成为自壮志凌云独行侠以来 最好的电影体验 影片讲述了一群人 试图在一个小镇的龙卷风中 生存的故事 导演李埃萨克正 将这部1996年近的续集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影片中的视觉效果令人惊叹 但更重要的是 他捕捉到了90年代大片的感觉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是 气象学家Kate Cooper 和自称龙卷风驯服者的 Tyler Owens 两人在龙卷风季节 来到俄克拉荷马州 展开了一场科学与激情的对决 影片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 和紧张的动作场面 成功地让观众感受到 真实的危机感 导演正使用了经典的 斯皮尔伯格式技巧 通过更多的展示演员对危险的反应 而不是直接展示危险本身 成功地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张力 Yahoo!美国报道 Hollywood对David Ellison的雄心壮志 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位即将合并的Skydance和派拉蒙全球公司的新任主席兼CEO 最近成功促成了Redstone家族帝国的交易 Ellison自2015年首次登上GQ杂志以来 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从一个富家子弟转变为一个低调的家庭男人 现年41岁的Ellison承诺将通过改变游戏规则的专有技术 来推动派拉蒙的发展 并且在管理和赢得人才方面表现出色 尽管面临传统电视和院线票房收入下降的挑战 Ellison的团队对未来充满信心 Ellison还将与前NBC环球CEO Jeff Shell合作 后者将担任总裁 尽管Shell的MeToo丑闻引起了一些质疑 但业内人士认为他将成为Ellison的有力助手 未来Ellison计划通过削减成本 增强流媒体业务和投资技术基础设施 来实现派拉蒙的成功 Telegraph 每当我在伦敦遇到一位澳大利亚同胞 我们的谈话总会不可避免地转向 英国生活中最令人惊讶的一面 不是糟糕的天气或板球队 甚至不是已经大有改进的咖啡和食物 而是英国人对国民健康服务 NHS的狂热崇拜 英国人对NHS及其医生和护士怀有非凡的敬意 仿佛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无需患者承担 巨额债务就能治病的国家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虽然受到尊重 但并未被神化,且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新任卫生部长韦斯斯特里廷曾访问澳大利亚 并称赞我们的系统 但他后来澄清不会引入收费政策 仍坚持NHS的免费使用原则 要真正改革NHS需要的是更深词的结构性改变 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 引入更多私人医疗服务和患者选择 The Independent 威尔·法瑞尔回忆起他小时候因为自己的法定名字 而感到非常尴尬 这位56岁的演员 在前同事克里斯蒂娜·埃普尔盖特的播客节目中透露 他小时候被称作约翰时感到非常尴尬 因为他的全名是约翰·威廉·法瑞尔 每到新学年的第一天 老师点名时总会叫约翰·法瑞尔 而他不得不解释自己更喜欢被叫做威尔 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法瑞尔还谈到自己小时候在加州耳湾的生活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且认真学习的孩子 但也总是试图逗朋友们笑 如今他已成为一名知名演员 出演了许多经典喜剧电影 并和妻子育有三个儿子 他的儿子们也继承了他的幽默感 法瑞尔曾在儿子参加舞会前 恶作剧打扮成中世纪灵 朱还在儿子的兄弟会派对上担任DJ 引发了不少笑料 The Toronto Star 亚特兰大独立流行歌手Claro 发布了他的第三张专辑Charm 这是他三年来的首张专辑 这张11首曲目的专辑是一堂现代但反思性的音乐课 带有70年代风格的流行旋律 并融入了Claro特有的灵魂元素 他继续在歌曲中探讨爱情和性主题 混合了俏皮的旋律和敏锐的歌词 观察心灵的波动状态 专辑中的亮 点歌曲 Sexy to Someone 讲述了对被渴望的渴望 Claro在轻快的古典和柔和的合成器音效中 唱着 我想要余晖 当我叫车时送我一双知道我可以做到的眼睛 制作商Lero和他的联合制作人Leon Michaels 注重模拟音效 使用了现场乐队的铜管 木管和复古合成器 创造出丰富的声音效果 Claro的粉丝会喜欢这张专辑 而新听众也会庆幸发现了他的音乐 他在独立流行音乐界中 以高质量的歌词和持续的旋律创新脱颖而出 Yahoo US报道 《头脑特工队2》超越超人总动员2 成为皮克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这部家庭热门电影在全球斩获12.5亿美元 超过了《超人总动员2》的12.4亿美元 成为全球票房第四高的动画电影 仅次于《冰雪奇缘》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和《冰雪奇缘2》 在美国本土《头脑特工队2》收入5.435亿美元 国际票房达到7.08亿美元 影片讲述了一位青春期少女在面对社交焦虑时的情感生活 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喜爱 成为2024年票房最高的电影 导演是凯尔西曼 配音阵容包括埃米波勒、玛雅霍克等 他们为影片中的情感酒色赋予了生命 《卫报》报道 好莱坞演员乔治·克鲁尼呼吁乔拜登让位 以拯救民主免受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 克鲁尼在《纽约时报》的意见文章中 表达了对拜登的深厚感情 但他在洛杉矶的一次筹款活动中 与拜登的个人互动 让他意识到拜登的表现不再如往昔 克鲁尼认为 拜登无法在与特朗普的选战中获胜 并强调拜登的其年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呼吁民主党领袖们直面现实 劝说拜登退选 以确保在2024年再次拯救民主 《多伦多新报》报道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现场专辑 路易斯在伦敦捕捉了这位音乐巨匠 晚年充满喜悦的表演 这张13首曲目的这专辑 记录了1968年7月2日 阿姆斯特朗与五人乐队在BBC的演出 当时他刚刚凭借美丽的世界登顶英国排行榜 专辑中的许多曲目此前未曾发布 展现了阿姆斯特朗在巅峰时期的魅力 尽管健康状况恶化 阿姆斯特朗的声音依旧充满活力 他的标志性低音和极星演唱 让每一首歌都充满生机 专辑以圣徒进军结束 阿姆斯特朗最后一个音符的绝世旋律 成为永恒的声音 BBC尽管Twisters拥有魅力十足的演员和惊险的场景 但他的剧情却乏善可陈 基本上就是重复1996年Twister的套路 影片讲述了两只气象学家队伍的故事 一支是摇滚风格的叛逆团队 另一支是由企业资助的精英团队 他们不断开着货车追逐龙卷风 场面虽然紧张刺激 但缺乏实质性的情节推动 新影片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一些微调 例如由Daisy Edgar Jones饰演的女主角 取代了原作中的男主角 但这些改变并未带来太多新意 影片的编剧Joseph Kosinski曾指导壮志凌云独行侠 但Twisters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 Guardian由李艾斯克正指导的Twisters 是一部90年代灾难片 Twister的续集 讲述了Daisy Edgar Jones饰演的龙卷风演员Kate的故事 Kate是一个勇敢而聪明的科学家 拥有预测龙卷风出现的直觉 他的新计划是向龙卷风中发射化学试剂 以减弱其破坏力 并由Anthony Ramos饰演的项目领导Javi协助 然而他们的工作被Glen Powell饰演的YouTuber Tyler打断 Tyler是一个追求刺激的风暴追逐者 尽管Kate和Tyler最初互相厌恶 但在追逐龙卷风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 影片虽然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大场面 但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却显得避重就轻 错失了一个探讨更深层次主题的机会 Yahoo!US 皮克斯和迪士尼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头脑特工队2》超越了《超人总动员2》 成为皮克斯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 截止周二 《头脑特工队2》全球票房已达12.51亿美元 其中北美票房为5.435亿美元 国际票房为7.08亿美元 这部续集讲述了Riley进入青春期后 新的情感酒色如焦虑、忌妒、冷漠和尴尬加入总部的故事 影片不仅获得观众的高度评价 还成为了教育和心理学界的热门话题 自6月初上映以来 《头脑特工队2》打破了多项记录 包括在19天内突破10亿美元大关 对于皮克斯来说 这是一个急需的胜利 特别是在之前的三部电影被直接送上流媒体平台之后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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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